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今天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事 昨天说了一批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 在香港的问题上明显的站在魔鬼这边 明显的站在强权这边 竟然成一些追求自由 追求独立精神的香港的大学生 所以引起大家普遍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今天继续说 今天说了我想说一点 当下与历史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看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以至于还是未来 他们都会怎么处理自己的知识 和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关系问题 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 尤其是最近一年以来 中国的很多的学子 在美国求学的学子 无论是连硕士的还是连博士的 还是已经在美国找到工作的那些科学家 年轻的或者是年纪大的科学家 都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回国以后 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了 很多在美国留学 学成归国 然后在中国工作的很多学者 也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了 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 青年的或者是中年的科学家 竟然跳楼自杀 比如著名的青年科学家 就张首慎 跳楼自杀 事实上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是得到过中国最高的官方的奖项的 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人在人民大会上 亲自给他颁奖 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不是一个中国人 很有意思 另外北京大学有个叫姚毅的科学家 这个也是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 所以以至于他无法参加美国的 这个有这个很高水平的学术的会议 所以他在网上也是发表公开信 谴责美国的做法 事实上姚毅除了他自己在北京 这个北京大学上班 做科研有爱 他的家人其实都在美国 这就意味着他再也去不来美国 也意味着他如果他的女儿和这个妻子 孩子和妻子如果不能回中国的话 那他就见不了他的家人 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所以这么一路说过来 我们就想起这个都源于一个什么呢 源于一个所谓的千人计划 中国兴起一个千人计划 就是在中国大概意思就是找一千个 甚至是几千个 优秀的科学知识分子 这你要界定一下 当然也有一些是社会科学的 更多的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美国学到的很高的技术 掌握了美国的一些尖端科学 一些机密 然后回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这被美国官方 或者是被美国的国会的解释 为是一种偷窃技术的行为 所以他也要兴起一个对国家层面 对中国千人计划的一个阻击 这是导致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再也拿不到签证的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很容易我们就能了解到这方面的信息 据说有很多学成 马上就要学成的博士 因为某一个原因回到中国 然后当他试图再返回美国的时候 新的学期要开始上学的时候 他发现美国大使馆再也不给他签证了 这就意味着他过去花了好多年的一个求学的生涯 就此一中断 他必须要待在中国 在中国找工作 或者在中国继续修完他的学业 而不能再去美国 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过去好多好多年 所奋斗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生涯 对于一个人来讲 真的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但是我们有反思过吗 为什么美国人会这样呢 为什么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美国呢 为什么是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美国也试图打压 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 我们要搞所谓的签证计划 其实说起来其实简单是简单 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什么呢 都是因为与美国的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导致呢我们在向美国学技术 学这个科学的时候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什么 参与人类社会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合作 而是要用从美国学到的科技 然后来打败美国 都是因为价值观都不一样 事后制度都不一样 这事后我们的选择就是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制度 不如美国的制度 然后我们虚心向美国学习 不仅仅学技术 而且还学制度 不仅仅学制度 而且还学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观念 不仅仅学美国的观念 我们还学美国的信仰 学习他们的民情秩序 但是我们不 我们第二个选择就是 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人类有使用的最先进的制度 我们不仅自己要搞这个制度 我们还要把美国要变成一个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要觉得美国的制度不行 美国的制度已经落伍了 我们得要跟中国学 现在中国是什么 全人类社会的老师 所以前几天在北京开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会议 说现在西方出现了一种社会病症 所以一批人无人流的学者说是什么呢 叫做西方病或者西方病症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西方病症的问题呢 应该请中国人做老师 西方病症用中国方法解决 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很奇葩的地方 无论是中南海的那些搞决策的人 还是那些在大学里面搞所谓的思想 所谓的科学研究的人 还是民间的那些五毛的那些小粉红 那些乌洋乌洋的大众 他们都认为中国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 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已经不行了 中国已经要崛起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当美国一旦停止你的求学的计划 当美国一旦开始阻击你的什么 千人计划 这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人又开始 像一个怨妇一样的 又开始像个小孩一样的 又躺在地上 又哭又闹 你为什么不让我学习 所以外交部的人还说 你为什么科学知识 这是人类共有的财产 为什么不让我们中国人共享 你美国搞霸权不行 所以你会发现它前后是逻辑是不对称的 你要么你就觉得你中国的制度最好 既然你最好 那你一切都好 按照我们的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就是你制度好了 你的什么 你的其他一切也跟着好 对吧 完了以后你一方面说你制度好 一方面你又要跟着人家学技术 你说为什么呀 所以前后就不搭界 然后完了以后就像个小孩一样 像没有成熟的一个人一样的 就搞这些事情 所以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并不是这些对当下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嘲讽 或者一个批评 而是我想说一点过去的事情 就是说一说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中国的排名第一号的科学家 不用我都说你们都知道他的名字 叫钱学森 钱先生 钱先生在去世之前 温家宝曾经去看过他 说温家宝说钱先生 中国的科学教育 你觉得怎么样 钱学森说 那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是没有科学教育 这么搞下去 中国是出不了真正以上的科学家的 所以称为叫做钱学森之问 然后完了以后 一堆人在那里假不假实的讨论 我们想说一说钱学森 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虽然钱学森这个人大名鼎鼎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都是一个什么 愚蠢的正能量宣传的国家 就是永远只说自己喜欢听的 对于不喜欢听的事情 对于说出来不那么光彩的一些细节 就是永远都是掩饰 这个钱学森这个人 他真的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 他是同步发展的 1950年那会儿 这个钱学森是美国的一个青年才俊 他是火箭专业的科学家 掌握了美国当时最顶级的技术 但是那一年他的父亲病重了 所以父亲就给他修书一封 就给这个钱学森说 说父亲病重 恐将不久有人失业 希望在这个去世之前 能够见亲爱的儿子一面 这个中国人都是有孝心的 所以钱学森就准备回国 去看望病重的父亲 面对这个父亲去世的时候 自己作为儿子竟然不在身边 这是美国当时正处在一个什么的 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反共的潮流之中 这个就是著名的什么 叫做麦卡锡主义 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 所以麦卡锡主义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的 就是反共 从上到下都有一个反共的高潮 这在美国的历史上 曾经被认为是一场这个什么 不那么政治正确的运动 在美国的国内也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的 所以麦卡锡这个人后来 他作为一个很资深的参议员 最后是郁郁寡欢 然后提前去世 所以当时美国的这个国会 听说这个钱学森这样一个掌握了 当时最尖端的火箭技术的这么一个科学家 要回到中国的时候 然后就立即就是采取了行动 就不让这个钱学森回去 觉得他满脑子都是这个火箭的高科技知识 专业知识科学知识 他回去以后 那中国就一定会掌握这样的技术 不行 所以就把钱学森软禁起来了 不让他回国 这已软禁就是5年 那时候接下来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一个什么事 我想很多人知道的 是当时联合国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决议 联合国出兵去这个反击这个北朝鲜 就是金日成这边的向南韩的一个进攻 属于一场这个国际层面的一个人道主义的战争 但是呢中国人呢这个当时毛泽东呢就老子进水 就发动了一场什么扛美怨潮 然后这个是在苏联斯大林这个坏人的鼓动下 所据说是这个斯大林出武器啊 这个中国人出人 反正中国人不值钱嘛 就过去跟这个美国人领头的 这个多国部队啊联合国军队去作战 最后双方呢就是美国的军队看人死的太多了 大面积已经有经常会发现几万几万的中国士兵啊 就死在那个战场上面 不是被美国人打死的是什么呀 是冻死的 因为天气太冷了 很多的中国军队都是直接从南方调过去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的这个过冬的设备哈 所以呢这个美国人说这不是一场战争啊 这是一场人类死亡的游戏啊 决定去终止这个战争停战 完了以后呢就是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啊 这是我钱学森啊 一个科学家 也就是作为美国人的一个战俘 就把他放在这些朝鲜战争里面的战俘里面 作为战俘的一员 然后被遣送回来中国啊 所以于是青年才俊啊 科学家钱学森就回到了中国 你想想这个钱学森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回到中国的 所以他对美国人是充满了这个巨大的仇恨的啊 至少他是非常的愤怒非常埋怨的 当然他对毛泽东啊 对周恩来这批人呢就抱着感恩的心态啊 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对钱学森这样的青年才俊回国 当然是欢迎的了 所以这个专门为钱学森啊 这个举行了一个招待的晚宴呢 这个据说这个钱学森是坐在毛泽东的身边的啊 那个周恩来是专门给这个钱学森这个成立的一个什么啊 专门的一个科研的办公室啊 担任了这个中国科学力学研究所所长 这个而且钱学森这个人回来以后呢很有意思 他一开始他毕竟是在美国这个最顶级的学府学到的一些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嘛 哎他这个什么啊 一方面他对美国的事情是咬牙切齿啊 因为美国人把它赶出来了嘛 但是他觉得美国的那个学习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创建立学所的时候呢 这个钱学森呢在所里面是绝对倡导这个科学民主啊 学术民主的啊 比如他让行政部门呢为每个办公室购置呢 这个黑板呢走到哪里都是和这个那些所里的年轻人的进行讨论 有什么问题当场就在黑板上推倒 从来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学术的权威 也不让别人说话 也不论姿排辈啊 所以保持了一个什么呢 平等啊多元的讨论学术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当时这种现象被钱学森称之为中国的啊 科学的一个民主的范本 所以那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钱学森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反右的时候 我们知道1957年开始反右了 反右反右就是反知识分子啊 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啊整肃啊 无论是这个本土的知识分子 还是大量的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 都被毛泽东抓起来了啊 送到武器干校去洗澡去了啊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钱中书洋奖啊 这个很多很多的科学家都送进去了 这个但是钱学森没有啊 钱学森因为他首先的身份很高 其实他搞科学这个共产党还是需要科学的哈 所以这个但是钱学森面对如此多的知识分子 几乎所有的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 除他以外的知识分子都送进夹冰沟去了 送进这个北大方去了他要发表自己的态度啊 这一年的这个六月份啊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啊就讲这个民主和自由啊 忽然就改变了过去的科学民主的观点啊 语调中啊有了方向性的变化啊 我找到这个资料了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 叫做这个什么啊 当时在这个光明日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是叫做钱学森痛斥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 不要领导和组织民主自由是没有的啊 发表在光明日报的第7版啊 19570的6月22号 钱学森是这样说的啊 右派分子好像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啊 但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啊 民主和自由 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啊 社会的组织工作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繁重 有社会的组织工作就是要有领导 而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 啊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领导呢 美国每年用的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 有几百亿美元 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 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话 这些钱就会拿来为人民服务嘛 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好嘛 所以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表面上的 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那是太多了啊 美国呢有一个很很大很好的一个科学技术的 基础 但是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呢啊 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到底是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呢 还是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呢 我看只能是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啊 知识人身上捅上了一刀啊 然后这个 到了1958年嘛 全国就开始搞什么啊 开始搞大跃禁了啊 全国都在放卫星了啊 那是一个放卫星的时代 其中最大的一个卫星就是粮食亡产过万斤嘛 这个我们有常识人都知道的呀 这个粮食怎么能过万斤呢 摩产过万斤呢 那得多厚啊 那是不可能的呀 那估计那个那个稻谷的这个这个这个 是用什么是是是苹果树啊 有可能那么高才有可能 你否则你一万斤粮食铺在一抹田上 他铺多高吗 但是这个什么钱学生 没有对这样的这个明显的反科学的东西啊 保以怀疑啊 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啊 这个这个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粮食亡产量会有多少啊 被称为是一个什么呢 科普的文章啊 这些文章啊 这个是发表在什么地方呢 发表在这个中国青年报第4版 1958年6月16号啊 然后 然后这个就通过了详细的这个这个 这个科学的论证啊 然后就是证明啊 这篇文章啊 是合理的 粮食亡产万斤呢 是这个 说得到的啊 你看 他是怎么说的呢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 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 而植物呢 利用这些太阳光能 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 制造成自己的养料 供给自己这个发育生长 结果是 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成可吃的粮食 那么 稻子和麦子每年的母产量就不仅仅是 现在的2000多斤 或者是那3000多斤 而是2000斤的20倍 那就2万斤了 我们说两食亡产过万斤还说少了 所以钱学生的结论是两食亡产可以到2万多斤 这是这个 呃 钱学生当时很著名的篇文章 啊 后来有人说这是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科学家的一个持有主啊 但是当时这个 呃 毛泽东的秘书是李锐嘛 是吧 李锐后来这个就是是批评毛泽东的嘛 曾经就当面问毛泽东啊 说主席啊 他说你是农村娃啊 你是从小在农村长大了 你是种过田的 你觉得粮食亡产过万斤 这个事情可能吗 你难道你怎么就相信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闹出饿死那么多人的 这个荒唐的事情呢 毛泽东轻轻把书一盒啊 对着李锐就白了一眼 他说钱学生这样世界一流的科学 都证明是可以的 为什么我不信呢 啊 所以是钱先生说行 我们就是信 我们要相信科学家的话 你看这是钱学生做的这个 第二件事情啊 所以我们我们说这个钱学生这个人 在中国是中国的军事史上啊 这个是有贡献的 他主要是在火箭方面 导弹方面有贡献 如果钱学生不回来的话 中国的导弹是也是 基本上是无法起步的 所以中国人给这个钱学生自己 给钱学生给很高的评价啊 这个你看刚才说了嘛 这个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 都把钱学生 树成了一个科学的偶像啊 但是我钱学生自己晚年可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没什么科学的思想啊 他搞的都是什么 他说我这一生啊什么两担一心 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工程师思维 他不是科学家思维 科学家不是指工程师 所以他认为这一生是什么的啊 发散可成啊 这个自己没有取得什么科学成果 所以他晚年去干什么 就是去这个训练气功系了 他觉得气功里面也许有科学啊 这意味着一个什么东西呢 意味着一个这个科学这个东西 他是需要思想自由的市场的 钱学生这样的人回来以后 他再也没有一种思想自由的市场 所以他已经变成 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拍马屁的人 所以无论是他这个反右啊 这个支持毛泽东屠杀这个知识分子啊 还是他在大跃进的时候为毛泽东站台啊 什么粮食墓长郭万金 他已经从一个科学家从一个独立思考 科学民主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变成一个一个儒甲包含的一个马皮筋啊 一个科学马皮筋或者马皮筋科学家 这就意味着当他变成了马皮筋以后 他再也没有一点可能去从事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的发现 再也没有一点可能去成为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他就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程师 而他自己也不愿意啊 所以他晚年他的这个秘书啊 叫图元济啊 他就就记录了这个钱学生的说法 他说啊其实搞两单一新这种工程项目 这是组织上的任务啊 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的兴趣呢是在学术领域啊 是在思想的创新 但是你觉得啊一个科学家回到毛泽东 这样的统治下 他有思想的创新吗 怎么可能呢是吧 你说说话呢你就把你送到嘉宾沟去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中国的那些从美国学成归国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 所谓的科学家啊 还所谓的社会科学家 他们回来以后无一例外的都是拍马屁啊 无一例外的都是这个变成了一个工程师 以我所在的这个专业经济学位置啊 包括林依夫 李刀魁这帮家伙回来以后 他再也不可能输出一句这个与经济学这个领域啊 这个科学有关的创新的思想啊 他们都变成了一个啊 工程师拿到从美国学到的那点东西来指导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啊 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李刀魁 还是还是钱学森啊 还是这个什么啊 林依夫都是这个套路 而且与此同时他们一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们变成了一个如假包含的马屁金 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钱学森 还是今天的林依夫啊 还是今天的这个李道奎 当然也包括这个啊 跳楼自杀身亡的这个什么张首胜 包括这个姚毅 他们都已经变成了马屁金 都已经变成了这个工程师 他们不再是个科学家 所以他们都是一群非常可悲的人啊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命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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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